今天来做番茄锅底的火锅 我们用到番茄 葱姜蒜 还有小米辣 有肉 腌制好牛肉 锅丸子 豆芽 金针菇 青菜 还有番茄酱 起锅 烧点食用油 来 豆瓣酱 算是一小半 现在我们开小火 把豆瓣酱给炒香 炒香 炒香酱姜蒜 还有青红柿 再开中火 炒香小火再开中火 所以让它更快支持我们家盐进去 好吃啦 调清水 不用等水开 把这个丸子放进去 我来搅拌一下 盖上盖子 让它烧得更快一点 烧开了 盖上盖 后来我们先把这个汁水好出来 再把这个丸子给煮熟 好了 现在煮到丸子不起来 基本上熟了 我们先开始调味 盐来两勺 丁丁来一勺 不加问题 来一点点 生抽放一点点 增加酱香味 后来加一点点蚝油提鲜 我们现在来搅拌一下 然后炒一下这个味道如何 味道刚好合适了 然后加入一个冰糖提鲜 没有条件的不买糖可以 然后所有的配菜 鸡蛋糕 红豆芽 要把这种菜全部煮熟 好了 现在煮熟了 我们在那边放装火了 把它捞出来 用肉刀 把这些菜全部捞出来 捞入一个大盆里面 或者是一个火锅盆也可以 之后重新开过 开火啊 反正不会烧开 我们进行最后一次调味 下午反正这样 都不要忘记啊 搅拌均匀 我们也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 加热那个冰箱这个汤 那种风稠 红料不少 这个呢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味道 这个这要吃的关键味道 我们现在尝一下 酸链隔口了 看看 很好了 现在我们等水烧开了 我们把烟好牛肉放进去 用筷子把它勾散 说牛肉 只需要煮到七八分钟就可以了 再次煮烧开就可以了 好了 现在再次关锋 我们就给出锅了 现在把它炸出来 放到这个菜上面是肥肥的 这样你知道非常适合 夏天还有一个番茄火锅做好了 上面可以放点柠檬 点缀一下 我都喜欢的是面粉 我都喜欢的